按照台积电的计划 2021年下半年才会量产3N工艺 比早前预计的晚了三至四个月 苹果明年的L16芯片也不会首发3N工艺了 这还是近年来首次 来源 华尔街建文作者 多于9月2日周四 来自中国台湾艾瑟设计芯片厂商的消息称 全球最大芯片代工企业台积电 已经通知客户全面涨价 但最大客户苹果想受到VIP待遇 台积电对其仅涨价3% 远低于其他客户 与此同时 金元代工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获建目前成熟制成的生产线等 都导致了生产成本大幅上升 作为芯片荒的最大赢家之一 台积电在7月周旬 公布了亮眼的二季度财报 营收同比增长28%至132.9亿美元 创同期历史新高 利润同比增长11%至48.02亿美元 毛利润66.49亿美元 毛利率50% 同期历史新高 4.00亿美元 达19 绝买